好的 直播各位观众来带您关心 现在记者所在位置是在台北看守所 因为在稍早的时候 柯文哲这边已经坐球车前往了看守所里面 现场受大批请力戒备 因为呢 有许多的围观群众 稍早似乎是有这个十几名的小草聚集在现场 不过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更多的是围观的群众 拿手机可能有些人是直播 有些人是录影等等 那根据了解呢 柯文哲他是入住三人房 他也已经践行了这个安全检查 以及健康的询问 看守所表示说 如果柯文哲在积压期间 有任何的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 是可以来安排就证的 至于同案的被告则是分住在不同的房间里面 不过外界也很好奇说 今天是柯文哲入住的第一晚 那他的晚餐是吃什么呢 稍早有公布说 他晚餐是吃这个卤猪脚 以及炒食书等等 另外汤品则是小鱼味增汤 其实吃的也是还不错 那柯文哲的律师有被问到说 会不会来提抗告 他稍早是有点头致意 那北院这边今天是第二次的来开积压庭 裁定结果呢是表示说 认为柯文哲这边对于这个超过560%容积率的部分 知道是违法 但是还是执意为之 因此是将他挤压境界 那后续结果如何 还要等待之后来厘清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我们把时间交还主播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